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卑鄙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KCEE2003年的Paper 2第15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 Scale of a map is 1比4千 即是比例呎1比4千 都像是一個描解題目 他就說 If the actual area of a sports field is 8000 m² 即是說真實的運動場面積是8000 m² 他就說叫你Find each area on the map 此不宜遲 由於科技都好先進 我按過按鈕 都預備兩幅圖出來 彈出來給你們 節省時間 首先有兩幅圖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換算表 小學已經學了 待會再講這個表 他現在講的是地圖上的圖片 以及真實的世界上 所以我就用這兩幅圖來做對照 你會見到這幅圖是地圖 這是真實的世界 你當有這麼大 而運動場就是黃色這一部分 對嗎 說真的 運動場如果 或者這麼說 運動場就是黃色這兩棵 其實是一個相似圖形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原因你舉個例子 你想想香港島 香港島的形狀是整隻青蛙 所以你在地圖上應該都是整隻青蛙 他們兩個是一個相似圖形 你不會說香港島真實是青蛙 但是他變成了獅子的樣子 在地圖上 所以其實黃色這兩幅圖是一個相似圖形 而事實上 我想問 如果我用紅筆 在地圖上的這條邊 其實相對應就是紅色的這條邊 在真實世界上 不如我就叫這條邊做L1 而在真實世界上就叫L2 其實什麼叫做比例尺的Scale 這個位置就是1比4000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相對應的邊長 如果他們這裡長1的話 這裡就長4000 即是如果這個1cm 這部分就是4000cm 所以其實紅色這個部分 我也真心說了 馬上給你 其實他是形容L1比L2 寫好一點點 L2 就會是1比4000 而事實上他給了一些資料給我們 資料是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黃色這個部分 真實的運動場 你就當這塊就是運動場 而這塊就是在地圖的運動場 是不是 他那個actual area就是 8000m2 所以其實他現在叫你找在地圖上面 他這個area 到底是多少 不如我叫他做A 我刻意不給他單位 稍後再做單位出來 所以我們不如在螢光幕左邊這裡做吧 好嗎 首先我們就會 let A 就 be the area of the sport of the sport feel on the mat 即是中文的同學 我剛才說切A 這個符號 就是運動場 在地圖上面的面積 由於我剛才也說過 這兩條邊是相對應的邊 而這兩個黃色的圖形是一個相似圖形 他們是 similar figures 所以根據我TRAPTER11的那份屋市 我都曾經和你提及過 就是什麼呢 我教過你們就是說 相似圖形 他們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的邊長比例的二次方 相對應的邊長比例的二次方 就會是等於他們的面積的比例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現在邊長的比例 相對應如果這個是 即是叫做L1比L2 其實如果這個是1的話 1比4000 即是1over4000 這個就是邊長比例 他的二次方 就會是等於他們相對應的面積比例 這個面積就是A 而這個面積就是8000m2 所以就是A over8000m2 這個就是面積比例 而事實上 沒有的基本功 現在拆了固固才說 我就會把這個二次方 扔回兩個箭咀 拆了固固 所以1、2次就是1 而下面這裏 4000m2 即是1、6 然後1、2、3、4、5、6 6.0 OK 而旁邊這裏就是A 除了A over8000m2 好 我會將除 over8000m2 乘回上去 等好的兩邊 調轉寫 即是榮姿這邊是A 就會等於8000 1,6,1,2,3,4,5,6,6.0 我刻意把單位寫到外面 m² 寫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答案選擇呢? 如果你約一約的話 理論上,上面除了就是8,000 而這裡除8,000,即是2000,2000,2000 所以其實即是換言之 這裡應該就是1 over 2000 如果是m² 有沒有這個答案選擇呢? 理論上也沒有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全部的答案都是用cm² 不是用m² 單位不同 那怎樣由m²轉到cm²呢? 我就講一講這個表 這個表,橙色這個表 其實就是我們在小學年代 五、六年級已經學習的 就是什麼呢? 我印象記得好像是六年級 就是什麼? 1km等於1000個m 1個m就等於100個cm 1個cm就等於10個mm 所以其實最近磅的 怎樣由m²轉到cm² 最近磅就應該像是這條 所以我們不如拿一支粉紅色的筆 那我們就看一看 這一條,好嗎? 嘩,很噁 對,看一看這條 我抽它出來,個別 好嗎? 如果你讓我想 不如我將它左右兩邊 因為這裡沒有二次,沒有二次 不如左右兩邊,左邊比二次,右邊比二次 所以左邊比二次的成分下 即是1m整個東西二次 然後兩個戰爪入 即是這裡說就是1,2次就是1 然後m2次 那就等於右邊就是100個cm 整個東西二次 即是兩個戰爪入 就是100的2次,cm2次 所以其實就是100,2次 即是多加兩個零給它 那就是cm2次 哦,換言之原來 m²和cm²的關係就是 1m²等於1萬個cm²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轉了 如果我們轉的話 即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會將這個1 over 2000 再乘多10000給它 那就轉了做cm2 所以最終的答案 應該這裡就會出5個cm2 行不行? 我不是太夠位 所以你不要介意我 不如將形光幕割開它 我在這邊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回到別人 別人在問你什麼呢? 就是那個area of the sport field 就是on the map 就是多少呢? is 5個cm2 有沒有這個答案選擇呢? 有啊 我正覺得答案就是d OK?行不行? 好了,那就查查看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吧 拜拜